我们看到TikTok也好啊 华为啊 比亚迪都是中国大陆啊 这个知名的这个标志性的品牌 那华为就在今天晚上 苹果今天晚上也是一样啊 这个发表会大概是 大概差不多台北时间10点左右 那同一天发表会啊 华为是不是太坏了 故意的是吗啊 那这样还逼着苹果要不要活 不过这次啊 这个华为的主题是放飞吧 应该是华为吧 有高几率呢 苹果会推出新一代的 iPad Pro跟iPad Air 那华为的新品呢 也会推出平板 这次倒是手机不算是亮点 平板啊 智慧手表啊 还有笔电啊等等 那华为的第一款AI笔电 最受关注 它有这个Intel的这个处理器 还有Pure 70手机 可能也会这个亮相 介大使有期待感吗 当然有啦 因为这个华为的这次 是它的这个所谓MatePad 这个就是平板手机 它里面有一款这个AI的一个功能啊 它叫天生就会画 那它是一个APP 那这个就是专业的绘画功能 其实很多人都蛮期待的 因为这个有AI的功能在里面 有生成式的这种人工智能在里面 所以外界蛮期待的 那不过这次就是说 是不是选同一天啊 不晓得是谁先选的 那是华为先选的呢 还是苹果先选的 不过两个都选在同一天啊 就较劲的意味非常的浓 不过华为也很有趣 它不在中国大陆发表 它是在杜拜 显然就是说 它把它的国际化 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在杜拜发表有些生意吧 有生意 而且杜拜事实上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啊 那么也是洞见观瞻的 而且它这一次的这个 不管它是这个MatePad 还是MateBook 因为它这个主要三个 一个是一支新的 所谓的穿戴装子 一个新的手表 另外就是新的这个笔电 跟新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平板电脑吧 那这三样产品里面 它的手机里面啊 很有趣 它装的这个芯片 它的那个CPU啊 是这个是Intel制造的 那这个事情啊 事实上引起了 Intel的一些麻烦 因为很多美国的厂商 就会质问美国政府 去找这个雷蒙多算账 不是限制 不能够提供给华为吗 为什么Intel可以提供 对是不是开后门啊 你又独会这个啊 你又独会Intel Intel在华府是不是有内线 你们老是放水让Intel 这个同样是这种 高端的智能性的这种 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终端装置 为什么Intel可以卖给华为 那当然这个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商务部 它说这个是在禁令之前 就已经许可了 那是不是如此啊 我觉得这个还要美国 这些厂商啊 看他们啊 如果说这些其他的厂商的话 觉得美国政府 独会Intel的话 甚至像三星啊 或者其他的厂商啊 要去跟美国政府算账的话 到时候真相是如何 还不知道 对华为当然每次 他都有他的亮点 然后华为那个CEO 真的也是精据其发 然后他们那个现场 又有很多那个花粉啊 不过这次在杜拜 我觉得蛮有意思 因为华为跟杜拜之间的合作 非常的多 杜拜又要搞那什么未来城啊 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多 那苹果我刚刚都讲错 这个放飞吧 我还原来是华为的主题 是苹果的这个主题 这个苹果想放飞什么 没有什么亮点 只能飞一下吗 它这次是一个 也是iPad 就是说也是一个平板电脑 唯一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就是它的那个摄影镜头 好像在侧边有一个摄影镜头的装置 那其他事实上还没有看到 真品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说他讲的这个内容 看起来是相当的贫乏 会不会让人家又感觉就是说 没有什么隔代的感觉 你这个新品 你没有亮点在里面 不过他这个整个新品发表会 只有30分钟 而且是线上发表 那看起来的话 是不是会这个很轰动 只有30分钟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可能你的期待 就会稍微稍微的 跟那个贾波书时代的光芒万丈 比起来真的是差了太多了 已经差了非常的多了 那现在这个就是说 TikTok的这个 进TikTok的发起来 我觉得应该调查一下 它是不是有哄抬股价的这种 这种动机在里面 不过我相信 现在就是说 在投资这个Meta的股票的人 绝对不只是只有他一个人 因为看起来这个基本上 他有9个月的时间嘛 那这个案子现在好像 还在最后的阶段 那如果说美国总统签了以后 那9个月之内他就要见真章了 而现在这个事实上 TikTok事实上他就说 他要奋斗到底 而且他要当做一个司法的案件 来跟美国政府周旋道 好来 接下来谈一下 当然这个东西 我们看到这个TikTok 美国要强制这个进或是出售 这个部分今天很多大陆民众讲说 哎呀 报应来了 报应来得这么快 因为当初这个法案的起草人 共和党的这位麦卡尔 四月底被爆出来 哦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因为他早就大量买进了 TikTok的对手Meta的股票 金额高达115万美元 然后如果被进的话呢 当可预期的这个Meta的对手 这个股票呢就会走强 他的家族三月份 就买了十次大量买入 然后拜登4月24号 签署法案第二天 没想到Meta财报公布之后 把大家吓坏了 股价当天崩了10% 以及亚洲时报公布了 一连串韩国有关的噩耗 比方说南韩的手机品牌 大陆影响力之下不断下滑 今年低际三星 在大陆这个折叠手机市场 只占了5.9% 去年还有11% 每年都在腰斩 另外第一季大陆中小型的 这个面板OLED出货量 也占全球的53.4% 这个部分还算是 中国大陆有成长 成长了8.5% 也首次超过了南韩 一连串的噩耗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并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给您打个赏 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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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路